分析 金索记 他的代表作 金索记分析 那么金索记是1943年10月发表的 这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了 也是他主题挖掘 以及艺术创造最深刻 人物塑造最成功的一篇 一个麻油店的一个 泥子 这个麻油店的一个泥子 这个是一个底层的 这个女孩叫曹七巧 嫁给了一个有钱人 江家的二少爷 他嫁过去 以后变成二奶奶了 曹七巧 二奶奶曹七巧 前一部分是写他的一天 那么在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中 主要通过人物对话 我们了解到七巧的身世 这个以前他什么出身 他嫁过来以后怎么不满意等等 所以我们业度中应该注意 重点是从曹七巧的遭遇中 来了解七巧 他心理变态的原因 所以我们从这个 他主要通过他那些下人 所谓亚伴 他们的交谈 来了解 年代七巧的出身非常平凡 刚才说了 他的娘家是开麻油店的 他哥哥嫂子为了贪图钱财 把他嫁给了江家 所以这样看来的这个七巧 他是一个金钱之溃的那种 薄半分音的一个牺牲品 那么七巧到了这个江家 这个大的家族以后 这是个旧家庭 因为他自己的出身很低下 所以做了二奶奶 也还是被人家瞧不起 没有地位 人家反都瞧不起他 这是一个他心理上不舒服的 第二个他丈夫最后病了 病入膏肓 本来就是一个 有点类似残疾人 是吧 骨牢病 后来呢是长期瘫在床上 但是你想想啊 七巧还是年轻啊 又是一个比较粗俗 比较要强的女人 他是不能够过正常的婚姻生活 是吧 但是封建的道德呢 又要求他 只能够终生来属负 这个残废的二少爷 你想想 这是造成他心理 生理上都是变态的一个原因 当然那个七巧呢 后来就跟三少爷 记者就好过一段 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一个婚姻 无非就是调情 也有冲突 我们可以了解到七巧呢 是非常压抑的 情欲的压抑 他想在记者的身上 得到同情 得到安慰 但记者呢 也是一个走马状态的花花公子 他是要占便宜 是吧 又不负责任 最后呢 很想要七巧那份家产 他的钱 是吧 他对七巧完全是一种 势力的一种态度 所以七巧呢 就陷入了这个噩梦一般的反景 不能自拔了 他最后只能够有一个心思 就是要想办法熬成婆婆 是吧 熬成婆婆了 又继生了家产了 是吧 这个 而且即使有各种欲望 也真的够压抑埋葬 常年活手寡 所以这个七巧 这个人看起来 他也不是生来就坏 就变态 是吧 小说写到他和他哥哥嫂子的对话 他的委屈 他的怒气 还有呢 他不断地回想年轻时 当姑娘的时候那种 那种开心 那种朝气 就说明他的心理变态 是情欲和财欲交病着用的结果 是吧 是不正常的分心 以及压抑的那种情欲 让他变态了 所以他转向了对财产的追求 是吧 特别是对于那种三公子 记者那种失望以后 金钱的欲望就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 前面第一部分很长 都是通过旁边的人的议论 我们了解到 感觉到这个七巧 他的这种心理 他的这种心理变态的原因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写朝气巧 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他丈夫过世了 他自立门户了 带着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牢牢地数着 他一生 青春婚姻换来的财产 但这时候记者 就是刚才他相好的 那个记者破落了 企图利用昔日的感情 来算计七巧的财产 就是让七巧 对男性 对所谓的感情 有一种幻灭感 他痛苦的只有抓住钱 因为靠得住的 世间靠得住的 这是金钱 这是第二部分 主要是写这样的内容 是吧 而且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时候 这时候七巧 已经变得 那个非常的残忍 完全的不见人情 甚至表现出一种 性错乱心理 变态的行为 譬如说他写他恋子 留恋的恋 他的儿子 他儿子结婚了 他要他的儿子 整夜陪着自己出雅 打骗 不让儿子跟儿媳妇亲密 他甚至很猥亵地探听儿媳妇 他儿子私房的远世一体了 打听他儿媳妇跟儿子怎么样 最后又迫使他的妻妇独属空房 他这样高兴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 东妈妈哪能这样 对女儿是度你一度的度 他不希望他女儿出嫁 得到婚姻 得到幸福 甚至不幸在女儿的未婚夫面前来说坏她的闺女 偏拜她女儿的毛病 就有意来断送女儿的渊言 所以我们夜度的时候应该注意分析七巧 这些变态的行为 他的心理因素 七巧他也是一个肃虐者 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肆虐者 就是一种人性的异化 就被那种畸形的压抑的分音和金钱 这个逼迫变态了 变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一个魔鬼 这个小说起名为金锁记 意味深藏 金钱支配 金钱把人锁住了 造成了这个心理变态 转向拼命的抓钱 所以这个除了钱一无所有了 可以说这个整个人生都被金钱掏空了 无可奈何的都被这个金钱锁住了 金锁记 所以这金锁记写得很好 是将人生的那种荒诞悲凉 那种惨事达到了极致 这关于金钱 以对人性的腐蚀 控制和异化的现象 在小说里面给揭露的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是吧 那个结尾写的是很圣人的 这样写 有一段 七巧 似碎非碎的横在烟铺上 三十年来 他带着黄金的夹 他用那承重的夹脚 披杀了几个人 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他知道他的女儿 恨毒了他 他婆家的人恨他 娘家的人恨他 他摸索着 腕上的翠玉镯子 袭袭的 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鼠臂 往上推 一直推到腋下 他自己也不能相信 他年轻的时候有过滚炎的胳膊 就连出了架之后几年 桌子也只塞得进一条杨皱鼠臥 七巧挪了挪 头底下荷叶边的小杨枕 臭上脸去揉插了一下 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就懒得去开始 由他挂在水上 渐渐地自己干了 这个最后一记就是 就写这个曹七巧 这个这种悲惨的禁忆 他也是一个 施虐者 也是肃虐者 人性扭曲以后 这个恐怖的一种形象 所以曹七巧 他是现代文学史上 刻画的最深刻的一个市民形象之一 他以他那种悲贱之身 要在江家 叫架过去的一个江家立足 不能不拼死地挣扎 但最后 他成为所谓的有钱人家 所谓的上流社会 最腐化的典型的人物 所以七巧 他是一个环境的散物 同时 他又是自己各种欲望 情感 算计的奴隶 这个张爱玲 兼顾到了七巧的性格 和他的环境 社会 这两个方面 既写到性格本身 也写到了环境社会 让人看到 他那市民阶层 特有的生命力和破坏力 这样一个女人 市民阶层 他有他的独特的生命力 但也有破坏力 来源就是世俗的物欲 情欲 第四个问题 小说的艺术 张爱玲 表现是非常高超的 我们只能在这里略说几样 一个就是他的故事 紧扣着人物命运来展开 他情节有传奇性 但同时 他又植入了心理变化 心理变态发展这条线 这不光是为了增加那个夜都的吸引力 也是为了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 第二个 繁复的意象描写 繁复的意象描写 往往用来营造气氛 点燃人物的心理 这意象是怎么写的 被打翻的酸梅汤 沿着桌子 一滴一滴的朝下滴 像迟迟的夜漏 就古时候的一种 祭食的 类似钟 像迟迟的夜漏 一滴一滴 一根二根 一年一百年 珍藏 这俱绩的一刹那 你们注意 这里为什么用酸梅汤 这酸梅汤能够引起对于气巧 赶走他昔日的情人 那种复杂心理的联想 酸酸的 而且一滴一滴 很寂寞的 把时间的感觉给强化了 一刹那 他走了 一刹那间那种感觉 和一百年 重合在一块 就跟那个气巧那种寂寞而漫长的一生 好像融合到一块了 你看写这个 一个场景 一个小的倒计 但是把人物的潜意识的心理给表达出来 这是一种意象的表达 那么有时候意象的描写呢 又会定格 点题 突出印象 增强联想 小说里面一共六次写到月亮 年轻人想到三十年前的月亮 该是同前大的一个洪荒的诗韵 像朵云仙 杏毡上落下的一滤泪珠 成就而迷腐 写得很好 是吧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 是欢意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 眼白 也要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 往回看 再好的月亮 也不免带点凄凉 是吧 那写到最后这个月亮呢 变态心底 最后的月亮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可怕的 今晚的月亮 比哪一天都好 高高的一轮满月 万里无云 像是漆黑的天上 一个白太阳 窗外还是那时人 恨貌凛凛的 反常的明月 漆黑的天上 一个灼灼的 小而白的太阳 月光里 它的脚没有一点血色 青绿紫 冷却的石身的颜色 对吧 这个里面写 下面很多了啊 都是一次次写到这个月亮 都是给人的感觉 是这个 很可怕的啊 每一次呢 对含义都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的阅读的时候 又注意 这种自然景物 意象化的描写 是怎么烘涂 人物的情绪啊 营造那种氛围 张爱玲小说的意象艺术 意象艺术 常常是奇饼 妙意相关联 就有些用的好的笔意 往往超越以 它形象自身 而产生一种 象征性的一种效果 就使那种笔意的形象 变得更的意味无穷 给作品增加了 俗情性 最后我讲第五个问题 关于张爱玲 如何看待张爱玲日 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了 影响非常大 那么长期都存在 张爱玲日 高烧持续不对 我们怎么看 张爱玲的贡献是大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 是读书一指 是一个可读性 相当高的作家 但是注意 张爱玲又是 比较复杂的作家 他对人性的批评 有力度 但他的艺术世界 所演发出来的 对人生的那种 病态的体验 是以病态的目光 发现和表现 时代承诺中 人的生存状态的 所以他作品中那种 看破缝尘的那种心态 是消极退堂 所以对有 刚才说了 对有人生历练的读者来说 他可能会提供 重新打亮这个世界的 独特的那种眼光 让人体验 人性有暗淡的一面 对那种有历练的读者来说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但对年轻的读者来说 张二林那种阴暗的 险恶的 可怕的世界 未免就太过消极了 读者 读起来 恐怕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所以从深层来看 当拜金主义 当拜金主义 佛与富裕膨胀 一日 挤压着人性 就特别现在 拜金主义又开始流行 所以张二林那种 既热衷以四处人生 又对人生的 往往的威胁 感到无助的体验 就颇能够赢得 读者的共鸣 特别在今天 张二林那么流行 那么受欢迎 这种现象本身 就值得检讨 那么像张二林这样 带有病态的作家 现在居然能够长时间的 赢得众多读者的谜罪 我想可能跟我们社会 心里可能是有些病态 经过商业化包装的张二林 更多的是表现了 他世俗性 欲望化的一面 就迎合了读者的 某些退堂消极的心理 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 张二林越来越成为 一种文化的符号 并且和商业的操作结合 加上影视的改编 它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渐渐的张二林就在一个 不断的文化的生产中 一层层的被勃弃了 他那个丰富的内涵 成为一个精致的 但是又好卖的消费品 所以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 大学校园里面那种 这个俗捧一本张二林文集 这样的现象就成了一个死猫的风景 所以张二林呢是成了一个气味的象征 被争相仿效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张二林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张二林热在很大程度上 是传媒出版炒作捧起来的 张二林热是传媒和商业制造的一个产物 它其实是有负面的影响 我们的传媒到底有多少正确的引导呢 特别是最近他小团研 在海小团研的出版 但学术界还没有来得及研究 传媒又一轰而起了 称之为是一个巅峰之作 是一个接音师的一个作品 其实这部小说呢 是张二林在精神不太健全的状况下写的 没有艺术的过滤 有很多不健康的内容 甚至有些不堪入目的描写 不会给张二林加分 是会减分 所以对张二林热 我们呢 应该这个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 有个冷静的一个判断 不能因为他很热 就说明接触是一个好现象 在背后呢 可能潜伏着某些 这个我们社会心理的问题